那今天呢 我要來分享我的生日禮物 今年周到我覺得最喜歡的禮物 這個是我阿嬤送我的生日禮物這樣子 送金戒指金項鍊就是可以保持啦 愛瑪絲 我光是連自己生日禮物 我都沒有去買愛瑪絲這麼貴的 沒有看過的東西 哈囉大家好 我是KaKa 那今天呢 我要來分享我的生日禮物 因為我上個月生日嘛 然後我覺得 我平時應該是做人還不錯吧 就是今年 我就收到蠻多朋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這樣子 然後大家一定很想要知道說 到底卡特收到什麼生日禮物 還有就是我想要分享我的生日禮物出來之後說 如果你們大家有想要送我朋友生日禮物的話 我覺得也是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我們就來開箱卡特的生日禮物吧 第一顆呢 我覺得就直接來 真的開這個包裝齁 哈哈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很高級喔 先來說 第一個啦 哇這汁好美喔 我收到的第一個禮物了 就是爸爸跟Emily送的 他們其實還有送一個很可愛的蛋糕 那我當天就是大概已經吃了 快吃完了吧 然後我收到一個禮物 是這個東西 他們的卡片啦 就是他們的簡陋 然後呢 登登登 這個真的是我覺得 我今年收到我覺得最喜歡的禮物 欸我真的沒有開玩笑 我上次我們去吃飯的時候我有戴 然後這個是VVM Westwood的一個 項鍊 好美喔 我們眼光好好唷 這個真的 我跟你講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會送 因為這個真的我很喜歡 你們可以說明一下為什麼會送這個嗎 因為他平常其實就一直有在關注項鍊 然後他很喜歡帶銀色跟比較短一點 所以我們就鎖定說好 那我們就要送他一條項鍊 他項鍊都比較簡單一點 但他本身又很騷 所以我們就要有點內斂 可是又有點騷 所以我們就選了這一條 超級適合他 這條真的很好看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平常穿衣服 我其實都是以深色為主 所以我覺得像這種 就是有多一點點綴 我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就是這個項鍊呢 他們去現場是沒有看到 然後范范在觀賞上原本是 聽說是缺貨對不對 對 然後後來才就訂到 因為後來又補貨這樣子 台灣沒有進喔 喔對 我在台灣應該是很少人 會跟我穿來戴一樣的吧 而且我在網路上看照片 也很少人選這條 喔 我真的覺得 可能只有我可以駕馭這一條 所以他們才會選這條 對不對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條項鍊我真的很喜歡 我真的其他項鍊 我都會隨便丟在桌上 這個我是每次戴完 我都會 把他放回漱口袋 然後把他這樣拉起來 然後很怕他會氧化 然後再把他蓋起來這樣 但是這個卡片呢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就是連這個爽 這個書都可以寫錯 哈哈哈 來 欸 第二個禮物呢 也是來自朋友送我的 這雙鞋子 喔 這是一個韓貨店老闆娘送我的 這個的原因就是 我上次我們一起去台中 他們的工作室玩 然後呢 我在那邊試鞋子 可是因為他們是 比較偏中性女裝 就是一直沒有一個 跟我合腳的鞋子 那他們就說 這次因為我生日 他們記得說 我那時候有說過 想要一雙中筒鞋 然後所以他們這次呢 就去韓國 有找到一個 韓國的品牌的一個靴子啦 那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穿起來真的 非常的好看 就是很顯高 我很感動的原因是因為 我沒有去特別講說 我想要什麼或什麼 然後但是我那時候收到的時候 我很訝異 就是他們既然記得 我上次去台中 為了擠金他們家的靴子 我拿了一雙 超級小的靴子 就是他們家最大的靴子 可是我穿起來腳還是很痛 所以他們這次呢就是 有特別把這些情犯的形象 那我個人就覺得非常的感動 接下來呢 是一個來自我以前 國中的同學送我的 因為我們就是 真的很久沒有聯絡 然後他這次呢 就是送我一個 這個小小招財 然後因為他覺得說 我現在可能 自己在工作啊 所以很需要 這種招財小物 但這個招財財我覺得很酷 因為我們沒有見到面 所以他是用LINE送我的 這個LINE有一個禮物 那有一些人會送我 什麼星巴克的那個卷啊 或是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這次是 用一個LINE的那個禮物 然後他可以直接 宅配到我家 我們家已經有很多隻招財貓 所以我就覺得 白眼睛應該是 非常的可愛 我覺得像現在出社會啊 其實大家都會有點 微微的迷信 那我覺得招財貓 就很適合送給大家 當作一個送禮的參考 下一個 來自 也是公關送的禮物 其實是工作 也是在職場上搭棍了 一兩年 就是也是會有一些 就是跟我比較熟的廠商們 然後他們就也會送一些禮物 然後這是TTN送我的面膜 我覺得我們家 大家可以一起share好不好 分享出去 大家可以一起來服面膜這樣子 可是真的很可愛欸 現在真的出社會 我覺得收到這種 真的是純手工的卡片 會覺得很感動 然後呢 再來呢 還有一個 這個呢 是我高中同學送我的禮物啦 而且我很訝異 因為 這個POLO 其實是他自己喜歡的品牌 我想說我沒有在穿POLO的衣服啊 然後 我就問他說 欸你怎麼會送我POLO 他說我在那邊逛街 我就覺得很好看 我就很喜歡 我就決定要送給你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喔喔 所以他就是 完全就是以他自己喜歡的風格去送 但我覺得收到之後 我覺得蠻可愛的 沒訂閱我 跟Ponging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們嗎 是一件樹梯 這個LOGO 是一個咖啡色的小刺繡 不覺得很Q嗎 然後他的顏色呢 就是一件燕麥色 這種S號 太瘦了 我可能在他的記憶裡 也都很瘦這樣子 不過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S號比起來 就很合色的感覺 就是會很合 你會激突嗎 我覺得有可能會 而且我肚子會顯超大 我肚子如果降出來 我這件衣服就會往上這樣子 就變超短 但是我覺得 它的材質真的是很舒服 而且我覺得 其實送素梯給朋友 是蠻適合的 因為素梯其實 你不管什麼時候都可以穿 而且它盒子 我覺得蠻很精神的 喔對 因為他送這個盒子 我一開始 收到這個盒子的時候 我還想說 欸這是圍巾嗎 還是絲巾之類的 結果打開發現 買T恤還是有這個禮盒的選項 我覺得很不錯 接下來呢 我收到一個也是 廠商送我的禮物 然後我覺得很可愛 它就是一罐香水 好特別喔 其實我真的 真的很喜歡收集香水 我家的香水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多 我每次出馬 我都會稍微的噴一下這樣子 它這個是有一點 炒邊的感覺 我覺得很香味的味道 我覺得有一點 果實的味道 就是有一點 忘記是 否手乾 還是那種 橙皮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它這個味道我覺得 男生或女生都OK 我覺得味道很香欸 我覺得它是有一點 夏天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而且再加上這個包裝 我覺得很可愛 我覺得送 我覺得送香水 是一個蠻 不會出錯的一個選項 所以說我覺得如果說 有生日的這個 場合 我覺得送香水 是非常的得體的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我的生日禮物 就是要進入到 比較 high level的部分 什麼 所以我們剛剛是 我們是 沒有沒有沒有 你的那個是 第一個是最重要的 你喜歡的 接下來呢 要自己比較 勾單價的部分 來 第一個呢 是這一個 這個是 Best Memories 這應該是在書局買透的 一個 紙袋 然後呢 你看 是一個愛心 你猜這是什麼 這個是主題嗎 這是主題 印章 你說 你說high level 然後這是印章嗎 這個是 我阿嬤送我的 生日禮物這樣子 我還蠻感動的 我阿嬤這樣會送我的禮物 我第一次收到 阿嬤的禮物這樣子 阿嬤這邊還有一個 該不會熟悉的信 沒有啦 它是 銀樓買到的 就是代表說 它是一個 純金的一個 戒指 可能老一輩的人 都會覺得說 送金戒指 金項鍊 這是可以保持啦 我真的必須會叫 我阿嬤的品味 它是一個花 阿嬤 是類似梅花 還是什麼之類的嗎 你要再試戴一下 阿嬤很有心 真的覺得很rich 不是 阿嬤怎麼這麼 這麼不好帶出去的東西 還可以穿金戒指 我現在看起來 很爆發婦 你知道嗎 但其實講真的 我受到這個時候 我真的有點感動 因為我覺得說 欸 很可愛 就是 可能就是 我是阿嬤的金項鍊 所以阿嬤就會想說 欸 好不容易就是 有這個機會 然後他就去 零樓打一個戒指 這樣 就是真的在台南的鄉下的 感覺很有愛 你阿嬤還特地只放在去 對啊 下一個是 Dior 那這一個呢 其實是一個 認識的姊姊送我的 它這個是一個 AirPods的殼 那個姊姊有跟我說 就是 他覺得 就是我好像 沒有特別缺什麼東西 然後他看我好像 這樣很常背包包 讓他覺得包包上面 可以多一個掛飾的 這種感覺 這樣好像也是蠻實用的 所以你很簡單 可以放下 你的這個AirPods的殼 在這裡面 如果說你有這種 黑色的包包 或是那種 素色的包包 我覺得 就很適合 這樣過關給他上面 是蠻好看的 因為他這個是 黑金的配色 所以我覺得 就是有點那種 低調的感覺 很好笑 那個姊姊還付給我 他的購買證明 他說 欸 卡特那個 如果說 喜歡的話 沒關係 你就拿去退 你就拿去換貨 你自己再貼錢就好了 價格的話 大概一萬多塊左右 如果說你覺得 送皮夾累的 如果你怕說 送他不確定款式 Oper OK的話 我覺得可以從一些 小基本的配件開始下手 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算是一個 時尚加分的小物啦 下一個 愛瑪絲 我光是連自己 身體物 我都沒有去買 愛瑪絲這麼貴的 因為這個姊姊 也是認識我 之後覺得說 好像我沒有特別 缺什麼東西 所以他就去 愛瑪絲買了一個 我好像 沒有看過的東西 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杯墊 怎麼可能拿愛瑪絲的皮革 當作杯墊 會不會太浪費啊 有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呢 它其實你看 它這四邊 有這個扣子 然後你看這樣扣起來 它就變了一個 小盤子 那這是一個 愛瑪絲出的一個 皮革收納盤 像是你今天啊 如果你想要幫你的飾品 放在一個 漂亮的小盤子上 或是像這個項鍊啊 然後放在裡面 就有一種比較高級的感覺 像我很想擺拍一些商品啊 或是想要發一些 文青假扮的照片的時候 就可以擺上這個盤子 這個就很適合放在一個 大理石的桌子上面 然後這樣擺著 就有一種生活的儀式 實感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大家可以斟酌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象徵性的小物 而且如果當作送禮的話 你可能就是還蠻有面子的 那我們就來開箱 那最後一個禮物吧 最後一個禮物呢 就是我自己買給我自己的一個禮物 我今年啊 就其實沒有太多的購物欲 因為可能都在其他月份花光了 所以我這個月突然變得很節儉這樣子 那我今年就買給自己一個小小的禮物啊 就是 香奈兒 你們猜這是什麼東西 香皂 蛤 你覺得我會先進來送自己香皂嗎 沒有沒有 我是非常務實的人 香皂很務實啊 可是誰會用香袋的香皂也太貴了吧 那這個價格呢 大概一萬多塊 不到兩萬塊 我覺得很推薦送禮 如果你送給你親愛的另外一半 或是你重要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推薦 這是一個 胸針 這個呢 胸針呢 我找了大概一兩個月 香奈兒的胸針 其實在台灣算是蠻難找的 有一些好看的款式 其實基本上都很快就是 售完了 所以這一款是我在代購上面買到的 然後我會選這個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它的這個logo 設計得非常特別 它是一個經典的雙C之外 它上面還有小小的香奈兒的小logo 在這上面 我覺得很漂亮嗎 而且因為像是我覺得我比較中性嘛 我就不喜歡選太金色的飾品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顏色做的 是一種淡金色的對不對 鵝黃的感覺 然後又比銀色來得更耐看 因為我是金牛座嘛 所以呢 就覺得說買這個東西 一定要有它的價值在 那像是我本人的穿 搭穿長穿這種西裝外套 可以帶一點休閒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時候呢 香奈兒的別針 就是可以把它這樣子 別在胸前面 你不覺得這樣子 戴起來就很好看嗎 而且你會讓這一件外套 整個加分很多 如果你今天這件外套就是一個淘寶 或是蝦皮買到的 可能五百塊的外套 欸你別上車一萬多塊的別針 瞬間整個質感就起來對不對 所以我那時候當下我就覺得說 我覺得可以給自己一個禮物 而且我沒有專櫃的胸針 好啦然後 今年的生日呢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感謝大家 因為我今年的生日 真的收到非常非常多的祝福 你知道我生日隔天 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 在回覆大家 就是大家對我的祝福 我都有回覆到這樣 但是還是有一些沒有回覆到 我真的非常的抱歉 但是大家給我的生日祝福 我都有接收到 真的非常的愛大家 還有我覺得今年蠻特別 就是收到兩個粉絲送我一個禮物 然後有一個粉絲呢 就是他線上有 手繪的卡片給我 那我就非常的感動 還有一個呢 在我生日前夕 我收到一個很忠實的粉絲 然後他就說 他好幫我辦個陰友 你記得嗎 我們那天在火鍋店吃飯 然後很湊巧遇到那個粉絲 那個粉絲就像包包 然後偷出一張卡特的應援小卡片 Oh my god 那上面有一面是印了我的圖片 然後寫了我生日的一些註題 然後後面就是一些關於我宣傳的東西 我瞬間有一秒以為自己是愛豆 然後還有一個我媽今年就是一直跟我說 兒子啊 就是你今年到底想要什麼 因為其實我媽每年都會送我生日禮物 就是她想要 有一份心意這樣子 就說媽媽真的不用 因為我真的不缺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 大概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生日的時候我就有回家 然後跟媽媽一起去吃個飯這樣子 那至於我弟呢 因為我弟從小到大 就是每年都會寫給我生日卡片 但是弟弟今年呢 就是一直跟我說 會給我會給我會給我 結果現在都已經快六月了 那天我就問 弟弟 什麼時候要送給我 我就在等你那張卡片 等你那張 手繪的 愛的卡片 你們聽到了嗎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年的生日禮物開箱啦 那如果你們大家呢 有收到什麼 很奇特的生日禮物 或是你們 最近剛好有朋友生日 也想要送一些 小東西也歡迎分享出去 參考給你們好不好 那喜歡影片記得 訂閱 按讚 分享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掰掰 我剛剛在我朋友送我的盒子裡面發現了 他有給我卡片耶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他寫什麼 他寫 噁男 Happy Birthday 禮物不喜歡可以還我唷 我很喜歡 你看 是哪一個Polo那個 就Polo那個啊 他這樣 噁男 他叫噁男 你去死哪裏 三小